以巴停火 交战八天夺168命 交火八天夺走超过168条人命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 在加萨地区的冲突 终于暂时告歇 双方在昨天达成停火协议 欣喜的加萨民众纷纷涌上街头 倾度停火协议 哈马斯的旺领袖马夏尔 在埃及宣称 哈马斯赢得最后胜利 他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协议 哈马斯就遵守 以色列不遵守协议 哈马斯的手就扣下班机 我知道有民众期望 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 不过 目前对以色列来说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达成长期停火 以色列在达成停火协议后 原本蓄势待发 准备攻进加萨的地面精锐部队 已经开始撤军 这次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人物 是埃及总统莫西 他是哈马斯的靠山 也是唯一管得动哈马斯的国际领导人 不过这场得来不易的停火协议 并不是牢不可破 因为尾巴双方 对边界是否开放 能各说各话 双方境内仍有临心冲突 尾巴虽然停火 却是一场脆弱的和平协议 动新闻组合报导 那么不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